25號之後他還來不了 你們怎麼做 高雄市政府要求他在議會報告完以後 再上任我們也同意了 就法庭代表只要跟董事會辭職 就馬上生效 藍尾炮火凶猛 公股航庫仁世恩 他假設沒有經過高雄市政府 市議會的同意 他敢去接 他敢去接迎藍藍藍金 國民黨絕對把他轟到下台 連理會轟下來 受正義的還有大飲讀董事件 大西洋飲料的兩個讀董 根本就是國姓食品的員工 這個任用根本就違反了 公開發行公司独立董事設計 及英雄遵循辦法 他當初是怎麼準的 讀董制度在我國上市公司 已經成為一場笑話 審核過程離譜 更要求證交所要動起來 那個大西洋飲料的這種狀況以後 我們其實在跟他深入在 要更深入的資料 看看家屬有沒有在其他持股 我們沒有發現的 畢竟全台有1700家上市櫃公司中 超過3000位讀董 如果證交所審查只是圖流行事 恐怕成公司治理盲點 讀董是業務網來幫 這些都要避嫌的動作 設立讀董的資料庫 這都是好事啊 每一個上市公司要先去查 他聘的讀董在哪裡工作吧 被立委要求調整的還有三年來 祺交所每股盈餘EPS 都在7元以上 是否可調降手續費 你讓投資人受益 比如說剛剛講的調降金手費 確實是有回饋給了投資人 那像跟其他國外的主要交易所來比 我們收取的金手費 就統計上來看 給我的資料是說 都是我們是偏低啦 東正產生新聞綜合報導 對方說 讓我可以設計上 也不浪說